NONO涉嫌强制猥褻性侵六女,检方起诉建勤法院从众量刑 议员NONO陈轩玉去年遭报猥褻性侵多名女子 网红小红老师指控NONO利用脸书、Instagram等平台 或称在电视台工作之便 对于20名女子姓桑、强制猥褻、性侵 共有10名被害人提告 事检侦办6案共7名被害人 经贞结 认定陈南涉嫌对6名女子犯强制性交、强制猥褻等罪 依法起诉 另有两名被害人指称陈南涉嫌强制猥褻部分 因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 检察官指NONO为陈思玉而为尚开行径 品行低劣 且对众多被害人身心危害之拒 犯罪后态度回避 丝毫未见回忆等形状 见请法院从众量刑